眼前的这个老头正在给妻子举行葬礼 他面色凝重地注视着姗姗来迟的孙子们 孙女穿着陋气装来到堂前祈祷 大孙子甚至在祈祷时说脏话 入座后还不停地嬉闹 一旁的父亲们不但不管 反而还在吐槽自己的父亲是个老古董 这一切都被老头看在眼里 但他却没有说什么 回到家里聚餐 老头独自忙前忙后 没有一个人帮忙 这时 隔壁的亚裔男孩来借东西 被他恶狠狠骂走 他讨厌亚裔 每次看到他们 老头都像是见了野蛮人 还会吐上一口口水 这个借东西的男孩叫小黑 亚裔混混整天骚扰小黑 逼他加入黑帮 还逼着小黑去偷老头的老爷车 但被老头发现赶了出去 这天 黑帮们又来了 准备带走小黑 随后和小黑一家人扭打起来 突然 隔壁老头带着枪出现 指着混混让他们滚 事后 老头解释说自己帮忙 只是因为混混闯进他家草坪 隔天 亚裔邻居特地上门感谢老头 送来土特产 有鸡有鸭有鲜花 但他对亚裔的偏见特别深 直接将全部礼物扔进垃圾桶 对于小黑一家人的感谢 也被他狠狠拒绝 一天 老头开车 在街上看到了小黑的姐姐 他正被黑人骚扰 起初 老头只是远远地看着 并不想掺和 事情越来越过分 终于他忍不住了 面对黑人们的恐吓 老头没有害怕 他照例吐了口水 说他们惹了不该惹的人 然后把手伸进外套 没有拿出枪 而是手指比划起来 黑人们都感觉老头疯了 突然 老头掏出一把真枪 他们立马怂了 老头也顺利地带走了姐姐 在车上 老头和姐姐聊得很开心 原来老头是个老兵 虽然有各种毛病 但他是个政治的人 回到家 老头无意间看到小黑 正帮邻居捡东西 那一刻起 他觉得这个偷车男孩 并没有那么讨厌 这天正好是老头的生日 儿子儿媳来看他 原来 他们是看重房子 想让老头搬去养老院 老头愤怒了 直接赶走儿子 这时 亚裔一家热情地邀请他 参加家庭聚会 虽然他一直对亚裔偏见很深 但他还是答应了 大家抢着给他夹菜 老头吃得很开心 这个生日过得还不算糟 他开始慢慢接受亚裔一家 隔天 邻居又送来礼物 老头虽然嘴上还是拒绝 但一听是昨天聚会的食物 立马接受 因为小黑之前偷车的事 一家人过意不去 让小黑帮老头干活 老头没法拒绝 只好同意 起初 老头总是骂他又蠢又笨 在小黑的坚持下 老头让他去修邻居的房子 小黑勤奋苦干 老头看在眼里 渐渐地喜欢上这个男孩 与此同时 他的身体出了问题 经常吐血 去医院检查 是绝症的 老头给儿子打去电话 但听到儿子冷漠的态度 他决定独自承受 老头继续和小黑一起帮邻居干活 一天天过去了 两人关系也越来越好 倔强的老头也开始主动 一个人抬不动冰箱 就去找小黑帮忙 在他的帮助下 小黑也变得越来越开朗 小黑的生活出现了一个父亲一样的人 教他使用工具 修车 整理菜园 老头为了让他远离黑帮 打算帮小黑找一份建筑工作 教他怎样和人交流 给他换上合适的衣服发型 配上全套工具 小黑如愿得到这份工作 将当他以为迎来新的生活时 意外再次降临 混混再次找上门 这次一点没客气 砸烂小黑的工具 烫伤小黑的脸 之后他再次自闭起来 不愿意接受老头的帮助 老头不想看到小黑再次沉沦 他跟踪混混 找到他们住处 对着混混就是拳打脚踢 接着拿出枪 警告他们离小黑远一点 生活再次回归平静 大家在老头家里烧烤 在他的鼓励下 小黑不仅有了工作 还结交了女友 而老头有了小黑这个牵挂 也不再给他孤独 夜里老头看电视 混混们又来了 他们拿着机枪 对着小黑家房子疯狂扫射 随后扬长而去 这个美国老头找到黑帮 准备复仇 他掏出一根滑子 对着黑帮比划着 突然他把手伸进衣服 黑帮分子立马开枪 打死了他 原来他掏出的不是手枪 而是打火机 你以为他复仇失败了吗 不 最终他还是成功了 这个老头的亚裔邻居 刚刚被黑帮扫射 赶忙跑去帮忙 家里一片狼藉 小黑的脖子被弹片划伤 但随后的一幕 让老头崩溃了 外出的姐姐被混混们侮辱 并且打得不成人样 一家人抱头痛哭 没有一点办法 老头很愤怒 他敲烂橱柜 打碎玻璃 因为他知道 只要这些混混还在 小黑一家就不得安宁 平静下来后 他躺在沙发上 开始谋划复仇 隔天 小黑找到老头 着急要去报仇 老头倒是不着急 他需要冷静下来 好好思考 他打发走小黑 让他下午四点再来 自己则悠闲地整理起草坪 还泡了热水走 接着修剪头发 定做了一套新西装 四点到了 小黑来找老头 看到桌子上的枪支 他摆弄起来 但老头并不打算给他用枪 他把小黑叫到地下室 给了他一个勋章 随后 趁机把小黑锁了起来 他要一个人去复仇 老头知道 小黑这辈子还长 他不能杀人 更不能被杀 他把狗交给了老太太 给姐姐打了电话 很快 老头找到了混混 他们用枪指着老头 但老头没有一丝害怕 他不断地刺激着混混 这也吵醒了周围的邻居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围观 老头从口袋中逃出一只滑子 然后笔画手势 挨个指了混混 接着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子弹倾泻而出 全部打在老头身上 老头死了 他手里拿着的不是枪 而只是打火机 警察迅速赶到 抓走混混们 有这么多的目击者 混混们余生 都将在监狱里度过 没有想象中那样激烈的复仇 只是一个老头的勇敢和担当 其实 老头从没想过以暴直暴 他只是想用自己即将结束的生命 给小黑一个光明的未来